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给我发了一个截图 然后说 哎 凡凡我最近下了一个英语发音的APP 在一个板块介绍当中看到你的封面 我就很开心的点进去了 结果发现 哎 这个人的声音不是你的声音 请问凡凡他们是在跟你合作吗 还是只是用了你的这个图片 我当时就就是很无奈的笑一笑 跟他说说没有 他们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用了我的图片 然后吸引到你 结果又不是我在教 他说 哦 是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跟这个APP在合作呢 我说 I wish 倒是有人跟我合作呀 没有 所以我现在就是这种笑笑了之 很无奈的态度 我想就是 如果是回到八年前 我刚开始做up主的时候 我一定非常生气 然后就不开心 想去找到这个APP的负责人 跟他说你把我的这个封面撤下来 但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我的内容被盗用的情况 像这种事情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 好吧 就这样吧 那想必在看视频的观众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所谓的up主或者是写公众号 然后呢自己是作为这种自媒体在输出内容 然后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遇到过自己的内容未经许可 被随便盗用和乱用的现象 所以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 我就想跟大家八卦 吐槽一下我在做up主八年当中遇到的先先后后一些 我的内容被盗用乱用的一些经历 我不添优加醋 我就实话实说 首先跟大家产生共鸣 其次是想跟大家去 去引起大家的思考 就是想知道你们在这个版权和内容盗用上 你的观点是什么 那么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很早开频道的时候遇到的 当时是13年我们这个频道刚刚建立 是我和英国的凡范想去教英语 分享英语知识 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叫做跟凡范一起学英语的这么一个频道 首先建立在优酷上 然后当时呢我们除了分享英语知识之外 我们还分享一些比方说海外生活见闻 配上英语的这个单词词汇和英语句子 我记得当时13年初的时候 我放了一期就是Key West 这个Vlog 放到优酷上 然后觉得很有成就感 但现在回看觉得说 就拍的不是特别好 总而言之就是有一天 我在搜索我们频道名字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在优酷上 出现了同样的我的这个视频的封面 是我在里面 但是这个频道不是我 我进去一看啊 怎么这么奇怪 他把我下面这个英语知识介绍部分给截图截掉了 只留下我的这个脸 还有这个Vlog的风景在里面 我发现哎 他是一个在淘宝上卖鱼卖海鲜的人 他盗用了我就是拍了一些海边的风光之后呢 然后把自己这个鱼海产品的一些广告的词打进去 然后还写了联系方式 说请到淘宝某某店去联系他 我就震惊了 我说我是在教英语 而且我拍的是这个海边的风光 跟你卖鱼有半毛钱关系 我当时怒火中烧 我非常生气 我就找到他这个淘宝店 然后我打到打电话过去 还打国际长途 对方接起来说你是谁 我说你是不是最近放了一个视频 他说对怎么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就是这个视频的原作者 你倒用了我的内容 而且把我的这个英语教学内容给截掉了 我现在希望你把这个视频删掉 因为你侵权了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内容成果 结果对方听了以后 对我一顿大骂 然后把电话给扣掉了 真的 真的 我想跟他理论 他完全不听 他会说 他说你以为你是谁 然后我就把这个电话给扣掉了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气得要死 我说你是倒用我内容的人 你还这样去 这个态度对我 所以当时我又找到我爸爸 然后我说希望通过我爸爸再打电话 给那个人再交涉一下 结果我爸打过去了 我爸爸说跟这个人理论了十分钟 他说好好好 我会把这个视频 就是 卸下来 我发现 这个找一个长辈 跟他对话 他还能稍微的就是有点这种敬畏心 但是呢 我爸爸说 他说了 他承诺要把这个视频删除 还是没有删 就是用我的脸 用我的vlog 去买他们家的鱼 你觉得可笑不可笑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经历 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 还是13年14年的时候 我当时和英国的凡凡 非常努力在做这个频道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分工写一些什么 比方说每日一词呀 分享一些有用的英文句子呀 还有就是分享一些长微博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写很多很多的一些英语的长微博的文章 有一次呢 我记得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了research 写了这么一篇就是在美国文化建文 也就是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个艺术在里面 后来发现 我在一个所谓的英语学习网站当中 发现我的这个文章被用了 我完全不知道是被用了 在这个我的这个文章被截图整个下来之后 在最后的一个小角落 一句话很小的写 说谢谢网友 米亚凡凡提供的素材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希望我提供素材 你首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其次你竟然用这句话给别人产生一个误解 就是说你已经经过我的同意用我的内容 还非常感谢网友 米亚凡凡提供素材 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生气 我当时特别想去联系 就是这个网站的 不管是联系人 还是谁发布的 我的这篇文章那个人 我想跟他对质 但后来突然想到 我当时跟那个卖鱼的那个人对质的场景 我就只能把这个苦水咽到肚子里 然后笑一笑 就想说算了吧 再后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英语频道 精英的不太好 就点击量很差 我们说哎那怎么办呢 就开始做一些美妆生活视频 所以为什么就是后来我们的这个美妆生活频道 一直沿用到现在就是这个原因 后来我们做比方说什么购物分享啦 然后呢 产品测评啊等等 我还会做一些口红试色的视频 结果有一次 还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小伙伴 在这个微博私信上跟我说说 哎反反反反反 你知道吗 有一个淘宝店主用你的试色 这个视频的截图 放到他们的这个网站上 他们这个页面上 然后他把这个截图给我看了 我就真的很难过 因为你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个试色 然后呢 作为视频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盈利 只是在纯分享 结果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就把我的这个脸截下来 把这个试色截下来 放到你的这个淘宝店上 作为一个宣传的手段 那再后来遇到的情况 就是基本上大同小异 就是比方说 在微博上 我的这个粉丝 然后发私信跟我说 哎反反 某某某大博主 用了你的这个内容 然后就是 at我让我去看 我才发现就是 有很多所谓的几十万 百万大博主 然后呢 用了我的 不管是文章 还是视频 但是他没有at我 所以呢 我自己这一面 是没有接受到通知的 有一些博主呢 还算有心 他要在他的这个微博的后面 写 就是说 作者是谁 还会写我的名字 但是没有at我 有一些人 干脆就不写任何出处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 我在两年前 还是我的一个 微博上的粉丝 发私信 说哎反反反反反 有人用你的内容 然后tug我 我过去一看 我说哎呦 在微博上 百万粉丝的一个博主 教育类的博主 然后这个人呢 用了我的这个 雅思口语八分的 这个学习方法视频 就写了一两句话 如何拿到高分 这样的这种介绍 但是没有任何的出处 标注是我 我是原作者 我就在那个 就是那个微博下 我留言说 哦不好意思 我是原作者 希望您能在发视频 发内容之前 就是通知我一下 结果对方 哎还第二天还回复了 他说哎不好意思 我已经发了 潜台词就是 就这样吧 反正我都已经发上去了 我当时看了这个回复 其实我的心很凉 因为我觉得 对方根本没觉得 这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让我心 更凉的一点 是在于 他是一个英语 up主 他也是做内容输出的 他应该知道 就是努努力力 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做内容出来 是多么的不容易 应该会 用这个同理心 去尊重和保护 别人的内容输出和知识 他就是随便 用别人的东西 就直接放上去 不会写出处 就更不会说 你还要爱着你 还要提前 跟你发私信 而且他的回复 给我感觉 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放了 就这样吧 他根本就没有 觉得说 不好意思啊 我下次一定要注意 什么的 不会有这种歉意 我觉得 有一些这种大V 这种所谓的 百万up主 他们的心态是 我用了这个人的内容 其实我是在变相的 帮他做宣传 潜台词是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你的这个受众少 我的受众大 我帮你做了宣传 还怎样 但其实我觉得 在这方面 你提前征求一下 通知一下 这个内容创作者 我认为是个 最基本的一个礼貌 这根就是 你到底是有多少 这个百 多少万粉丝 多么多么有名 帮我做流量 提流量 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我最近一次 就是发现 我的这个东西 被盗用是 之前有小伙伴说 有很多朋友 在知乎上推荐我 我就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我就去 这个百度上 就打入我的频道名字 去想搜 看到他们 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说 就是给我 进行介绍的 我就特别会感激 想去看一下 结果发现 哎 怎么在爱奇艺上 有一个 凡凡的 这么一个频道 而且他用的图像 这个头像 和我的频道头像 是一模一样的 是我之前用过的 一个老头像 放的全部都是 我的视频 我看了这个内容介绍 没有注明说 我只是在搬运内容 没有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能这个观众就以为 我在爱奇艺上 又开了一个频道 我还是无能为力 我又能怎样 我还能跟对方说 对不起 你用 你滥用我的视频 你把你的频道关掉 相信对方 那个人肯定不会这么做 而且 我觉得可能对方 也会说 哎 我是在帮你做宣传的 我是在帮你搬内容呀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对 所以就是这么多年来 遇到这样的 就是内容被盗用 然后呢 就是哑巴吃黄连 情况太多太多了 就到现在 我的心态 就是说 已经看惯这些事情了 都有点所谓的麻木了 然后遇到这些事情 只能就是 苦笑一下 笑笑了迟 我们还能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自己本来 就是非常 小众的up主 然后 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 在走什么程序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些时候走程序 非常伤神伤利 导致了我现在 在进行内容创作的时候 会非常有心理阴影 比方说 我去年一年都在做我的网课 我就特别特别害怕 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非常又工作的网课 到时候被人录评 但是我不得不说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时代的进步 我还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这个版权的重要性 像我最近也收到过一些私信 或者一些邮件 有一些平台 想用我的内容 然后想转发 然后提前会说 说非常喜欢我的内容 然后想征求我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大趋势 还是我们的这个版权意识 在渐渐提高 但是这不排除当中有一些人 他还是在滥用你的内容 我觉得最可怕最可怕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些情况 就是一个百万up主 他觉得这不是问题 他认为他用你的内容 还是在帮你做宣传 可能他意识到 他不应该这样做 但他不认为这是问题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呢今天就聊到这儿 希望大家能跟我有共鸣 如果你有哪些相似的遭遇的话 或者想发表你的见解的话 欢迎在这个留言区 留言跟我进行互动 那我们下一期聊天视频再见吧